属鸡的朋友 本身有艺术细胞有英雄气概 眼光独斗 懂计数 但是嘴就比较颜尖嘴利一些 适用就自然助长财富运气 不适用就野士招飞 有天厨入名 天厨从事饮食业就最好 过去一年很多朋友考验自己挑战饮食业 如果你是熟鸡的朋友 不妨今年考虑一下 在太若留强的时间 看看有没有空隙 会发挥挺好的 如果厨艺工作的人 食品工作的人都挺好的 有梓眉有隆德星 梓眉是皇帝星 所以也代表熟鸡的朋友 今年有创业的机会 有带领的条件 甚至乎有个人之处 有隆德星就代表着贵人上色 所以今年其实也代表着 受众的能力是比较强 粉丝多 你喜欢就可能在网络传媒上 看看会不会你的粉丝增长得更多 因为皇帝星自然桃花重 所以不论男女熟鸡的朋友 今年桃花都挺好的 整体上 女性的桃花是比男性的桃花更旺 有的杀有破碎星 破碎通常是代表破坏的意思 或者是代表粉碎的意思 所以已婚的朋友 因为有桃花又遇到破碎星 要小心 不要让成家庭破碎 有的杀星 容易身体有些比较痛症出现 尤其是骨刺 神经痛那些问题要小心 留意身体问题 有暴败星 容易涉及破财 投机失误的问题 所以整体上 今年投机最好尽量谨慎 有天雅升 高处不升寒 凡亲一些高的地方 熟鸡的朋友 就尽量要避免 就算在家里面 换灯泡换灯膽 都不要太高 要小心擦错脚